首先要問環節 首先第一宗要問環節就是前天開始 特首李家超就開始了他的述職行程 他在日前接我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智光國澳接見 基本上是他第一次去北京述職 根據防疫規定本身以往的做法就是一天見兩位領導人 包括國務院總理和國家主席 但是因為防疫規定隔了一天 昨天見總理今天見國家主席 類似是這樣 當然主要是李克強說中央對特區政府充分肯定 香港和祖國民運是密切相連 亦希望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廣大市民 在國家所需融合國家法治大局裏 可以更加充分獨特優勢 打造國際科技中心等等 這件事就沒什麼特別 因為每年禮行做以政府 而且張政府從來不會說你做得不好 就算是林鄭月娥 她也是充分肯定的 所以只不過是一個儀式上的事情 但是這次應該是閉環 算是閉環管理的 因為內地的錢爆發 所以搞到現在人民的香港帶進去 帶後給她 但無論如何都要做一些防疫措施 我相信國家領導人如果這樣的話 防疫措施是特別嚴重的 嗯 是的 主要都是一些比較例行的事情 包括接見的時候有誰在附近呢 主要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韓正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以及中聯辦主任羅惠寧 都在現場 不過今年或新一屆政府 就是獲得的支持 或者如梁上的支持 明顯是比以往多 因為其實很認真地說 施政報告十月發表 都吹得很厲害 現在都第一次述職都吹得很厲害 甚至以往選舉的時候 都吹得很厲害 剛剛上台的時候 白日維新啊 白日新政啊 這些高質量的辭匯 都被議員門宣之於口 大家似乎對於 對於李家超這個施政 是一個很高的期望 但問題就是 現在應該這麼說 現在你看到這三個人 都很快就不在位 這三個人只能維持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之後就下台了 所以大家都是 你沒辦法 沒辦法那樣東西 持續下去 到下一任 所以下一任就是下一任的事 這次也都這三個 因為黨換了班 很快政府就換班 對嗎? 三個月換班 所以我相信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反而今天見習近平 習近平就會是 因為他會是 下一任政府也是領導人 所以那個狀況就不同了 真的有實權 這三個人已經沒有實權 現在已經 所以例行公事過一過場 講完這個過一過場的例行公事之後 也要看看 創科局發表的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繼這個青年事務藍圖之後 這次也做了一個 創新科技藍圖 提到要完善創科生態圈 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 壯大創科人財富 增強發展動能 推進數字化等等 當中有四大政策 包括完善創科生態圈 包括加強人財富 推進數量經濟建設自衛城市 以及做好聯通石橋樑等等 其實你問我的話 就是以往的發言一個歸納總結 我想香港的創科 首先來講 應該是由董建華做數碼港的時候開始 但從無疑問數碼港 就已經變成一個 地產項目 但所有的創科 其實都由地產項目開始 地產人財這兩樣東西 或者政策這些東西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相信 我想那些人全部是混淆了 那些概念混淆了 首先他們混淆了高增值還是高科技 高科技未必是高增值的 你知道 只是我經常都說 你開米之前的餐廳就是高增值 對不對 或者你做名牌 你做MS的手袋就是高增值 但是不是高科技 非常低的科技 如果你做高科技 很多高科技 其實高科技簡直是零增值 就是負增值 周時你做的東西 你是完全沒有回報的 也是常常發生的 香港人試過無數次 正如很多年前 我經常親眼目睹 就是蕭若元先生 我跟他打工的 就是做Cyber日報 做天網 其實他是第一個 他是當時在天網上做科網熱潮 2000年的時候 他是用最多錢最好心機做的 結果就是在這一日之中他掛了 其他那些 我認識的一個人 就是聘請了三萬元 一個人打過網 結果收了七億多 那個人是蕭若元的 best friend 那就是說 蕭若元你眼見那個人 三萬元 他就集了七億多 而自己呢 自己就 自己就 一億出來 結果就輸了三間上 就是冷暖水 自己知道 那樣東西就是 你扔錢出來做這些科網 不是代表你會成功 就是說 你現在高科技和高增值 是兩個人會卸 我想他們搞不清楚 現在你要高科技用高增值 高科技可以低增值 低科技也可以高增值 你是要這樣 你有錢 還是你真的好喜歡科技 第二 現在項目二萬元 香港很多人才 有些外國回來有些什麼 那不如你又說一下 大家是不是一定要一些很好的科技人才 那需要不需要一些基層師 不如說說有多少考試好的成績 學生做了道理科 很多 很多 道理科你可能雙方好一點 差不多 還是醫學院 反正每人都讀文科 你讀文科 就是這樣 香港來講 就我所知 那些好的人都全部都走了 讀醫科 或者之類 或者是 business 之類 讀醫科 我相信 尤其是讀理科 master 研究院的人全部 那些人都看到 X字頭 Z字頭 J字頭 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 有多少 你對於這件事有多朋友呢 還有就是 高科技 剛剛那個垃圾回收 原來有個好像垃圾回收 結果就趕到新加坡 嗯 那個是涉及到其他問題 但不是高科技 那又不是高科技 那又不是高科技 那又不是大科技 但是就是幫助 那你是要做哪一件事 那你就說到那些人是新加坡 那你就說 你的科學員 科技員 OK 結果就是那些科學員 就被人分租了過去 就用來分租數據中心 數據中心 原來就是大家用來分租的 然後分租了 我大約解釋分租是怎樣的 就是 如果你是中國移動 那你可以租一個地方 對嗎 可以租一個數據中心 租一個科學員 但有些人 原來只是分租給別人 他說分租了幾間 問題是賺的分租是錢 你不是自己用 那於是你搞了一間官司 所以你很多這些東西 但問題是 其實原來你是只不過是 大細超 那你 就變成了 有一部分的人 其實他本身是做科學的 不如我們算不算 我們算不算 我們的亞洲購物算不算 一個高科技 算不算是一個科技 我們不算 但其實我們都很心機做網購 對嗎 對嗎 那是做網購 那網購你的軍事用品 不可以嗎 你看看 就多過我賣 永遠都是 那Windows購物比別人更多 OK 那你的軍事課程呢 剪接成怎樣 我都未收影片 你未收影片嗎 我再問Alan 他說會給條 講了很久 有N4 有MP4片我剪很快 五分鐘也剪到 問題在於我未收到影片 OK 好 那就是 那個叫做數字 那另外就是 那個數字經濟發展 就是 你其實高科技 就有很多不同的高科技 除了人才,我們要有很多人才過來 其實不是像深圳一樣,一大堆都不知道是誰人才來的 一大堆人才跟垃圾一起過來,但有些垃圾有時你會少被立大公 因為有時高科技有些其實就不是真的需要一些很勉強的人 即是有很多很先進很尖端的一定要很勉強的科學人才行 但有些其實是Marketing的人,那你那些需要嗎? 深圳就可以任你來的 然後到最後,高科技有很多種 BioTech算不算呢? 如果你高科技的話,如果全部都做完就不可能 除非你香港是一個,你香港任的人進來 做一個八千萬人的大城市,那你還有可能 如果實際上,你只能選擇幾樣很尖端的工作 那你選哪幾樣,不如說說好嗎? 我想應該他著重應用生活科技吧 因為他講到要自衛城市香港 那樣東西賺不到錢的 不,我解釋一件事 譬如你做Fintech或者做什麼好一點 其實這些如果這樣的話,現在這些是 你做front office還是black office 即是front,那個前端 譬如你做一些是做手機 做手機鏡頭的calculation 因為現在有三個鏡頭,有四個鏡頭 是這三個人協調 可能全世界都是只有百年人做的 那你做了一個,於是拿接了一個生意費 做得好,那個人是好人 好過人工,但是你都很高 profit 那你就是做這些東西 那你就是一個 一個是 很尖端的科技 你是很Niche market 全世界不是很多人做的 另外一些就是你做的美圖壽壽 是完全是人海戰術的 那你究竟搞哪些 那些就需要很大量的人 那你究竟是搞哪科 即是你一定要很清楚 appride究竟appride到什麼地步 現在說,如果你是做一些 那些全部都是輸出的 但問題是你現在做智慧城市 即是你這東西不是輸出的東西 智慧城市只是自己洗錢 如果我們是炒股票的 可能你會是 甚至快手那些 雖然股票輸 但是有很多海外的人 有很多人,有很多內地的人 甚至有很多國際的投資者會投資 那這些是一些街外錢 但是問題就是 有一些就是一些 水滾糖魚的錢 即是說,如果你去做那件事 你蓋房子給自己住 蓋房子給自己住 所以香港的地產發展 是非常愚蠢的 是用地產發展來推動 社會的非常愚蠢的 因為地產發展是唐水滾糖魚 你賣 你蓋房子給香港人 你沒有找街外錢回來的 你其實是找街外錢的人 去支持你香港的繁榮 然後你就自己唐水滾糖魚 去蓋房子 在地產發展上 明白嗎 地產發展永遠都要蓋房子 永遠都是,你不可以用地產發展來做 你可以做增長樓 因為那些是唐水滾糖魚的生意 所以現在這個,你如果做智慧城市 是不是唐水滾糖魚是自己用的 可能想做一個叫做 將內地的 新的科研產品 放在香港 然後由香港去制定一個標準 再協助 內地推廣全世界 正如他在藍圖那裡都說了 善用香港國際化優勢 協助國家 可能是印進內地 你認為內地會給香港製造標準嗎 不要幻想 香港內地只會做了一個標準出來 然後叫香港去推廣 但不會叫香港做一個標準 不要做出一個無謂的幻想 我並不覺得這件事生不了 內地要你香港做標準 你傻嗎 是不是 看看這個創科藍圖 如何 想好他之後下一步的發展 是 那麼 藍圖當然有好事 但是就 那個藍圖 如果壞了藍圖 更壞了沒有藍圖 嗯 沒有課交嘛 即是 年尾大家都想交報告 但剛剛第一年上任 唯有交一些 藍圖出來當大家做了事 都要體諒 是不是 下一輪 就是冬至 冬至 昨天就是冬至 疫情爆發第三年 適逢政府 再放寬這個 罰液措施 也都導致到很多的門市生意出現了 據這個酒家酒店說 生意好了很多 相應地來講 街市又跌了價 因為很多人都出去吃 不過如果在家裡吃的那些 相信都買到便宜貨 也有些 買到便宜貨 便宜過往年冬季 市民也有很多 出去吃 包括有些四代同堂的長者 事隔年紀再見到 很小的孫子孫女 真孫真女 都說了 每個人都大了很多 希望如果 可以 由以往 坐兩台變回坐一台 那就更加高興了 我想都應該沒有分別 我們應該都搞妄罪 但問題是因為太多人 太多人去吃飯 我們遲一遲 停一停才搞妄罪 因為也有些出名 或者之類的 等他們過了 可能三四月的時候會搞 過了出名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搞妄罪 亦都跟走業界說的一樣 春明 亦都多有人 多有人問價 是 有很多人甚至說老套的說句 生意回來了 終於很開心 是 是 值得開心 說完這個之後 最後也說一下疫情方面 不過這個就不是香港疫情 是說澳門的疫情 也不是說疫情 是說它的政策 澳門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應變協調中心公佈 因應疫情和防控政策調整 至今早 12月23日零時起 調整對香港特區 台灣地區和外國 外國入境 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士的防疫措施 入境後 不用再做核酸 澳門的健康碼 也不會預設為紅馬 入境第三天 也不需要接受核酸檢測 俗稱他們應該可以行零家三政策 沒有錯 澳門零家三政策 即是我們去澳門要隔離三天 應該居家隔離 本身是紅馬 現在變黃馬 但如果居家隔離的話 我們也不會去 因為沒有家居 你只是有利於對外旅行 對內的時候 香港已經視了 對內的話是沒有作用的 你不可以吸引到別人過來 你只是可以自己的人去家外走 但我相信很快就會被寧家鄰 很快就會被寧家鄰 澳門 因為我姐姐在很短時間做 所以在很短時間爆發了 我姐姐的身邊的人全部都已經 全部都染過了 因為澳門地方小 所以我相信在很短時間就已經搞定了 如果香港也爆發了這種情況 內地也爆發了這種情況 澳門雖然封控做得好 但是 現在沒有封控了 全開了 所以就有了 所以 或者這樣說 在你一個防控措施 開始逐步放寬的情況下 澳門什麼時候可以 生意回來了 不可能 大陸 大陸 阿爺根本不想錢走去澳門 這是一個政策上的問題 你不可能可以 脫離多大環境 他根本不想走資 澳門就是一個走資中心 內地的錢 大家全都走過來 那怎麼辦 全球看通 那怎麼辦 阿爺一定保住外匯 錢過了澳門 不是阿爺想見的事 如果不是也不會全禁 所以 零星的事就有了 雖然他們各國的 賭企 都在說要 十年之後投資1000億 但問題 我相信 希望大家維持局面 大家不會應該 以前的繁榮應該是一去不復反 我的美麗青春美麗青春少年 一去不復反 澳門 至於怎樣走下去 要看看明天問一下楊宇的意見 他對澳門的了解程度高了很多 為甚麼 他很了解澳門 為甚麼他不了解澳門 工作需要 為甚麼你不問我 你不了解 我家有澳門 OK 我們要聽聽不同各界的意見 OK 既有澳門市民的意見 亦有聽澳門業界的意見 亦有聽聽國外人怎樣看的意見 好 今天暫時到這裡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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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